小童今天为什么会选这样的题材 是你特别向往这种童话世界 还是特别向往爱情呢 我特别向往童话世界的爱情 说的也是 大家都喜欢童话 对啊 因为童话永远都是美的嘛 对 你自己的爱情观是什么 你自己渴望的是哪一种爱情 尤其像这戏里面 这身份地位是一个问题啊 对啊 对啊 我渴望的是那种就是真爱 然后是永远的那种爱情 现在小童已经上大学了嘛 已经可以谈恋爱了 可以了吗 管家他可以谈恋爱了吗 哦 my god 自然啊 哦 好自然啊 好自然啊 好自然啊